小小的古浪雨 是随着1843年厦门开布 和1903年古浪雨国际社区的距离 而成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这里是中西风情的河壁 是蕴含着音乐的明珠 也是我的家乡 我心中最美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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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浪雨由闽南本土居民 外国侨民和返乡华侨共同引建 形成独特的建筑特色 展现出中国 东南亚和欧洲 在建筑 文化与传统上的交流 同时还融合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厦门装饰风格 如今 历史国际社区的世界性风貌 仍然清晰可见 穿行于万国建筑之林 沐浴在东西方音乐的和声之中 我想 这就是古浪雨室的幸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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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古浪雨 包容了人类的建筑精粹 成就了他的坚收并蓄 气象万千 对我而言 古浪雨和音乐缺一不可 这里是我的家乡 更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我等你很久了 我夸下的梦兽象征力量 圆灯的眼睛驱赶灾祸 我从五千多年前的太湖流域而来 我从五千多年前的太湖流域而来 建筑建筑了这片王国的新生与衰亡 梁烛的清晨 太阳的光辉最先触及的是王城的最高点 祭坛 在方太中央 站立着一个头戴王冠 手持逾越的人 他就是梁主王 梁主王不但拥有着整个王国至高的权利 也是我在人间的花生 他吟唱着咒语 祈求我保佑他们的家园 最初的梁主时常受到暴雨和山洪的侵袭 智慧的梁主人精心勘察 一具山川地里累住起十余条蓝红水坝 形成了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 挖掘疏通河道 运来数千万立方米的土石 杭筑器高约四米 最宽达一百五十多米 长六千余米的城墙 将城市划出不同的区域 在王城的中心 梁主人堆住起一座十几米高的台积 运来巨木 建起宫殿 三百多万平方米的那一城 最繁荣时有两万余人生活在这里 人们一鹤二居 形成了五千多年前的江南水乡 梁主人种着一种名叫道的梁食 巨大的梁仓 可以储存几十万字的道国 他们手指淘气 并在上面创造出漂亮而神秘的符号 梁主的玉器是我真正的起身之所 整个王国最心灵手巧的卓裕匠人 用高硬度的碎石工具 刻画出比头发还要细的线条 勾勒出我的身体 这独特的造型或许是梁主人 对环宇的想象 也是对天原地方最原始的认识 在经历天年繁荣之后 河口的泥沙随潮水倒灌 淹没了这座城市 梁主人 不过你们后来也发现了 从明南到中原再到巴蜀 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 带有梁主文明特征的器物 证明他们曾存在的交流和影响 重建天日的梁主一致 成为了石正中华五千名文明史的圣地 未来 关于梁主更多的秘密 就请你来讲述吧 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 我在《大自然》这本天书中 找寻着有关动物起源的答案 幸运的是 有一处珍稀的化石地 会向你讲述真实的演化故事 5.18亿年前的寒武级早期 这里城市一片生机勃勃的海洋 在这片海洋中 我们发现了现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渡武门内祖先 这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一次奇观 对比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 大部分渡武祖先 在其不到百分之一的选间中创生 这一现象被人们冠以 寒武警生命大爆发 但是这里并非乐园 当海洋风暴 转起海底的泥沙滚滚而来时 许多动物巡间被买占 尸体还来不及腐败 并转变成了栩栩余生的 远躯体构造化石 留给古生物学家一处千载难逢的宝藏 陈江化石 记录了罕见的寒武界海洋面貌 你能想得到吗 我们能看到很多 五点一八亿年前 生物的远躯体构造 这就像对他们的身体 进行了精细的CT扫描 随着灶山运动 曾经的海底被抬升至海拔近两千米 这本天书由此展露真如 其中一类化石的发现 令世界震惊 重新改写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知 这条小鱼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顶单有单一鼻孔 躯干由脊锁和脊椎 共同走成的原始脊椎支撑 它还有鱼类特有的阿飞心脏 它首唱的大闹 标记着我们自人的智慧十点 记录自然界一次伟大的上行 它幼稚的脊椎 经过多次进化飞跃 最终让人类挺离于地球 它就是一只最古老的鱼 我将其中一个物种 命名为凤椒昆明鱼 凤椒是我母亲的名字 一个多世纪以来 关于韩武警生命大爆发的研究中 成江化石地是独一无二的窗口 动物祖先用生命 为我们专写一部天书 讲述有关他们进化之初的故事 明白了来处 方子未来去向何方 有关他们进化的计划 就像人类一般选择 有关他们进化的计划 在这种图画的地球 是神类一般的 有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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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